HELLO 大家好,今天來到我們A批 我很少出席A批 但今次我們講的題目實在太受歡迎了 先介紹一下,我叫Rita DK 我是阿樂 這次這套Spiderverse 它在我們6月2日,我記得是2日上映吧 沒錯,6月2日 那天我將所有本身要做的工作全部吞遲、吞祖 特地要入場體座先,先到位快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這套的蜘蛛盒 其實之前上一集關於Spider-Man Into Spider-Verse,我本身已經很喜歡 或者之前我們在動畫中有做過節目的愛死機下人 Love Death Robot 其實其中一個製作的團隊 都是這個製作蜘蛛盒 Into The Spider-Verse 的一個團隊 我對於它的藝術和表現手法 明明是一套電影 但它也可能會盡量利用一些漫畫美漫的方式 去表現它的角色的動作 或者是劇情 我是很喜歡這個團隊的 尤其是去到第二集 它比起之前好像有更多的預算 以及想擴復更多的 就是將我本身的Spider-Verse的世界更加擴展 所以在未看的時候 我已經對這一套電影很有期望 出場的時候 離開的時候都覺得是很好看的 當然也有一點點瑕疵 但是我也是抱著一個很滿足的心情的離場 那你們看完的時候 第一個感覺 就是你們整體的感覺大概是怎樣呢? 阿樂先說 阿樂先說 DK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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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要說一件事 就是我沒有給Vita劇透過 因為我從來那段時間太空閒了 我看完之後發現 咦?原來這套東西只是這套Spider-Man的Part 1 我是事前不知道這套東西是會有逐篇的 甚至可能逐篇都以為今集會解決到這件事 所以它完了之後 咦?好像不夠厚 原來發現死了 死了不夠厚 好害怕 很快得知 原來它明年將會想這套的Beyond Into Spider-Man 就是Beyond Into Spider-Man 所以很期待這套東西的續篇 但是整體感覺這套東西 我會覺得看得很開心 阿樂呢? 我其實對第二集沒有什麼期待 因為我覺得給我個人感覺 第一集其實完結得挺好的 因為這件事已經解決了 各人又回到各人的世界 好像完美落幕一樣 還有今集可能我們遲些會說的Cut Off 我知道很久之前 其實它好像有公佈過有三集動畫 所以我也知道這件事沒有什麼特別大的感覺 但是我出場都是覺得很好看的 可以給到90分 但是這個感覺就維持不了很久 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我過了一兩天再想起的時候 就覺得咦? 好像有些位置都有點長氣 有點沉氣 但是我當刻看的時候就不覺得 當刻看的時候就很興奮 很爽 快點想看下一集怎樣去完結這件事 很期待 嗯,好啊 所以我們大概這樣說一說故事的內容 因為它這個始終都是上一個Into the Spider-Verse的續集 所以可能就交代一些小小之前發生的事 其實現在我們這個主角 就不是我們最認識的Peter Parker 而是一個新的角色 就叫做Miles Morales 他住在布克林區的一個黑人少年 他本身有一個很崇拜的叔叔 然後他家裡也是一個 他爸爸是黑人 他媽媽是一個類似墨西哥裔的女性 然後因為Miles 他本身是一個很聰明的小朋友 所以父母就欣賞知道他有這樣的才能 就送他去一些類似貴族學校之類的 Miles 其實他自己不算很喜歡去讀這些貴族學校 他覺得自己格格不入 所以他自己自小一定是很崇拜 他一個很喜歡畫一些街頭藝術 可能噴畫的叔叔 總之在第一集的時候 他因為一些機緣巧合 變成了蜘蛛盒 亦都見證了其他一個宇宙內的 另一個真真正正的 Peter Parker 謝謝你的蜘蛛盒 嘗試去阻止一個秘密時間 就是好像一直是時空列鋒 由於那次 小店人馬裏較失敗 所以就導致了時空列鋒 引到很多不同星宇的蜘蛛盒 或者rank乎人馬裏 那麼突然舍上 即是我們的女主角Gwen Stacy 其實在她的宇宙中,她的蜘蛛盒就不是Peter Parker 而是Peter Parker的好朋友Gwen Stacy 作為一個蜘蛛類,出現了Miles的世界中 還有很多不同的蜘蛛盒,她在第一集中也進入Miles的世界 嘗試他們合力去關閃時空的亂房 兼且送回原本不屬於這個宇宙的人回到原本的世界中 繩截上一集的劇情,到第二集的時候 雖然在上一集他們嘗試修復時空的裂縫 但其實他們做的事是不完美的 他們仍然有很多問題 所以導致有一個新的角色,新的奸角 不過以DK所說,其實她本身上一集都有露過面 但卻沒有擔任一個主要的角色 那她的新角色是什麼呢? 英文名字是McGill 但如果我們一般認識她,稱呼她 都是叫她2099 因為她應該是2099的世界 是2099年世界的一個未來世界的蜘蛛人 沒錯,她是一個這樣的角色 在那個世界中,可能在第二集一開始 就是Gwen Stacy自從離開了解決了那時Miles的那個世界的危機之後 回到原本的世界的時候 因為她的背景故事就是她沒有了一個 就是她有一個最好的朋友死了 而且她最好的朋友Miles就在另一個世界中 她覺得很孤獨 她自己一個承受著所有蜘蛛人要隱藏身份的痛苦 又不可以將她真實的身份交代給她的警長爸爸聽 所以她一直處於一個很痛苦的狀態 但是有一次在解決事件的時候 不幸就被爸爸揭穿了她真正的身份 因為她不敢再面對她爸爸 所以她就跟了這個叫2099的這個角色 這個角色她類似是一個在維持著每一個宇宙平衡的一個蜘蛛盒 她就要確保每一個時空有一些特定的事件 指定的事件一定要發生 才可以令到每一個時空可以很順利地走下去 就不會再出現時空裂痕 但是很可惜,因為之前Miles那件事件 就導致到這個世界不太平衡 所以她要去到不同的時空去調整北市 大概在最初就是這樣 但是因為Gwen Stacy很想擺脫她 或者想去逃避她爸爸 所以她就跟了這個2099的角色 可能是跟著她在不同的宇宙上調整一些事件 但是因為她都得到了這個叫做可以跳去不同的宇宙的能力 所以她就立即去,可能她過了一段時間 她就忍不住就找回她最好的朋友Miles 而忍了Miles去捲入了在這個時空裏面 其實他們在一起是要處理些什麼問題呢 就是因為每一個的蝸蝸蝸蝸 其實他們都有一個指定的事件 就是可能我們以前看過最經典的Toby McGuire 又或者Amazing Spider-Man 就是這個叫做Garville他拍的那一套 其實每一個的蝸蝸蝸蝸都需要經歷一些非常之沉重的痛苦 包括有些什麼事件呢 而這個 · 裙蝸蝸蝸 他們要去做的事 就是想去確保這些事是一定要發生的 所以呢 到了那個時候 Miles 我們才知道原來作為蝸蝸蝸蝸蝸蝸 我即將要面對的,就是我即將要升做警長的爸爸 他是一定要死的 而這件事是一件指定事件 所有的Spider-Man都要確保這件事發生 那個空間才不會出現時空裂縫 Miles 知道這麽殘忍的事實之後 他就唯有自以一己之力跟整個Spider-Man的社會去對抗 就是一個大概這樣的故事 所以相比起我們第一集可能見過的東西 第一集可能是說最大的監獄都是金霸王 但去到我們第二集的時候,他的世界更加雲大 Miles 的對付角色就不再是一個壞人 而是一大群其實在做一些很合理的事的 supposed 的好人 所以故事大概是這樣的 另外兩位有沒有其他補充? 沒有啊,但我很驚訝他可以逐寫這個故事去到這個地步 因為我給了我的印象,上一集就是 剛好遇到不同世界的蜘蛛侯 做回蜘蛛侯要做的事 然後呢 就很完美地結束了 但去到今集 事件是升級得很多 即是幾何級數地上升 因為我看的時候是沒有解釋到他可以由第一集這個劇本去延伸到這個情況 是一個喜出望外的地方 DK 本身在說什麼? 我覺得他今集最出色其實他有個位置是扭了一點點 我很喜歡這個位置的 就是因為我們一直以為Mile宇宙 他的宇宙,因為他的宇宙 Peter Parker 已經是沒有Peter Parker 這個蜘蛛人的 就只有Miles 即他是取代了Peter Parker 去做蜘蛛人的 原來他就是因為那個 之前剛才Rita說的粒子對撞機 引申下來的那部機會 令到一隻不屬於他在他宇宙的一隻變種蜘蛛人 變種蜘蛛人就咬了貓 他才變成蜘蛛人 所以就是因為這個事件 其實他的宇宙就不是他的宇宙 他是一個特異點的宇宙 所以我覺得這個位置是令我覺得 是因為他才會引申到那麼多個蜘蛛人 要去 確保其他宇宙的一些事件 確保一定會發生某些事 我覺得這個位置其實他寫得是非常精彩 令我覺得你這樣 玩到這麼大的一件事 即是原來我們一直以來認識的主角 原來他都是 原來他都是因為某些特異的事件 所以才成為蜘蛛人的 我有些覺得這個位置 是令我非常欣賞這個 突然之間很爆的位置 我會覺得是 我會覺得他那個奸角 我先說一下 那個奸角他塑造得比較好 因為其實我們認識的奸角 第一集裏面是金霸王 其實他真的是一個很傳統的壞人 但是我覺得去到我們新一集 剛才我因為蝙蝠有限 所以沒有提到的 就是今集其實有兩個主要的反派 算是主角的敵人 但未必是反派 第一個就是黑點人 Sport 我會覺得他的塑造 為什麼我會這麼喜歡呢 就是因為他原本 一開始出場的時候 真是一個很typical 那個villain of the week 他這樣形容他 即是說他一個很暗糾糕 很普通 很普通 即是能力不是特別好的敵人 但是他慢慢變成一個越來越大的問題 而且那個問題是很特別的 就是他指責的就是說 Miles Morales 本身不可以是甚麼是蝙蝠 因為他那隻蜘蛛 咬他的蜘蛛 不是來自Miles的那個宇宙 而是來自42號的宇宙 所以在這個世界上 是因為我們那個時候 剛巧時空裂縫 那隻蜘蛛走了出來 然後咬了一個 他本身不應該咬的人 之後就搞到 黑點人 即是他本身是一個 跟著八爪魚博士 去做事的一個科學家 但是 因為一個不意外的出現 Miles可以做一個 超級英雄的Superhero 但是黑點人竟然變成了 一個暗糾 然後變成連臉都沒有了 然後在一無所有之下 他就唯有去 嘗嘗去偷東西 然後都要被Miles Morales 去看不起 在整個過程中 然後他慢慢就變成一個 unstoppable的Villain 我覺得那個層次 那個特別之處 一會兒我們可能會再說得深一點 你會覺得 那個質問就是 其實Miles本身不應該變成蜘蛛盒的 這個意外導致了你後面發生甚麼劇情呢 我覺得那個 那個 奸角 製造出來很有質感 因為在其次之外 你去到Sport之後的話 就是在說2099 2099他就是在說 我呢 其實是 他第一次出場的時候 他大概是說了一句 我其實是經常做一些我不喜歡做的事 那為什麼他不喜歡做呢 就是因為他要為了確保這個世界的平衡 而要確保 在每一個蜘蛛盒的世界裏面 都要有一個重要的人的人死了 所以他要繼續做這件事的時候 他好像表面上是壞人 但他實際上是有一個很好的意願 所以 然後 而且他有一句說話就是 說Miles 其實你 不應該出現的 如果不是你出現的話 你那個世界的Peter Parker 都不會死的 其實 其中這個Blame Miles的原因 的理由 你覺得 就好像跟黑點人 他對於Miles的 批評很相似 他們兩個奸角不斷推向Miles 去質疑自己存在的價值 所以這兩個 角色 去推動、去對照主角的成長 令我覺得 那個結構很美麗 很有質感 所以 看完這套劇情之後 他除了畫面很美麗之外 他連故事的劇情都令我很喜歡 阿樂呢 我本身就是想說這個位置 因為你第二集 主角竟然有一層 再深一點的層面 給你去認識 因為Miles 其實你看完這集 你會發現 其實他是獨一無二的蜘蛛盒 你也怕在電影裡 啟了幾千幾百個蜘蛛盒 但他們全部都是被 以他們那個世界的蜘蛛咬到 才變成蜘蛛盒的 Miles 他的蜘蛛是另外一個世界 來咬他的 所以令到他成為一個獨一無二的蜘蛛盒 而他接下來的行動 是挑戰普通蜘蛛盒 無法面對或者認命的一件事 所以我覺得是很棒的 很期待 很想知道他是怎樣可以扭轉 蜘蛛盒的命運 因為他 你看到整套劇 其實他很強調蜘蛛盒是一個悲劇的角色 他是從一個不幸的事件 去獲得一個能量 去繼續行合仗義 但是Miles 如何挑戰這件事 去做到 如何去電車難題兩邊都要 這是今集的重點 是呀 因為他同時對照的 就是Miles 他現在十五歲 他就要決定 畢業之後 要去哪裡讀大學 再對照他跟他 爸爸媽媽之間的關係 因為爸爸媽媽一直都很想他 去讀一些 留在Briekland 繼續讀 但問題是 其實留在Briekland 最好的 一些雖然的大學 不是在Briekland 他可能在這些 升學的位置上 和爸爸媽媽 有紛爭 因為其實對於他 Miles 雖然我很愛你 很愛我的爸爸媽媽 但是 如果 要決定我未來的事 是要我自己去選擇 不是別人告訴我 做什麼 不是別人告訴我 要做什麼就做什麼 就算是整個宇宙 整個 Spiderverse 都說我是 不對 但是 我是一個人 我是爸爸的兒子 我遵從我的人性 遵從我自己的選擇 去 去保護回家人 就算我代價是要跟 整個Spiderverse 去作 作對也好 我都想要去做到 我要做的目的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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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 parallel 回自己本身 家人的關係 和自身的成長 那 它是一個很雲大的故事 就是相比起第一集 我會覺得第一集是怎樣呢 第一集就是一個很typical的故事 但是為什麼我們會覺得 第一集經驗呢 就是因為 當時其實 不算說 就是universe 就是那個叫平衡宇宙 這件事 不是說很多故事有說的 那時候還算不算多呢 那時候還算不算多 還算很多 但是如果你說說得很好的話 例如Rick & Morty 那些已經說得很好了 那他Spiderverse 那時候Into the Spiderverse 為什麼會覺得這麼好呢 可能是他的畫風 他那個喚味很重 可能是 突然間在這個 他那個世界裏面 有一些叫North Spider-Man 然後又或者是一些Penny的universe 是會有一些很日式卡通的Spider-Man 那你會看到原來不同的畫風版 放在一起 變成了一個竹子 就是你可以這樣去玩 即是變相是一種 類似是不同的畫畫風格的一種碰撞 所以他用在動畫上 你會覺得整個用法很妙 很神奇 所以你就會覺得 可能那個故事普通一點都OK啦 但是去到第二集的時候 他就不甘心 只是在畫面那裡靠 他就想去建構一個更加大的故事 而事實上我都會看到 他的野心和那個成品 都是令人滿意的 DK 呢 DK 怎樣看 你先說一下 你說回第一集和第二集 我覺得他那個 就是怎樣說 他繼續做的事都很棒 因為其中他一個位置我很喜歡 他好像漫畫那樣的異星詞 會寫出來 然後變成是一個很unit的 觀賞體驗 因為他其實上一集都五年了 但是好像沒有第二集 他可以成功在這集上提取到什麼養分 他這個手法都是很獨特 很獨有的一個做法 Jojo 關關關關關 也是的 火木飛鱗在很多年前已經做了這件事 這個鬼佬 夠啟發 還有我覺得他這集 不同宇宙的Spider-Man 他出來 或者不同宇宙彈出來的一些角色 他的角色其實 你原來這樣有困 大家撞起來 你又不覺得突压 你又覺得 嘩!挺有趣的 那種感覺 他這集是要玩多了 我覺得他這集 譬如一開始 是不是有一個文藝復興時代的 WELCOME 那個我真的笑得 我笑得 嘩! 我心想 嘩!這麼柔軟 他本身的角色是文藝復興時代 東西都比較柔軟的 全部都是發明的東西 對呀!對呀! 嘩!大哥! 原來你都這麼好打的 我都覺得 不要看他的樣子 有點柔軟的 但原來也挺好抽的 我覺得他這些位置 比我覺得他玩得很瘋狂的 原來你以為他很垃圾的 但是文藝復興時代的 我沒有想過他一開始已經玩得這麼大 就是一開始已經給大家看一些這麼精彩的東西 其實他一開始 那個精彩的地方就是 我覺得Gwen那段已經很精彩了 即是他說他很苦惱 因為他最好的朋友死了 他覺得沒人明白他 然後他的背景是用一些印象派的畫 去表達他的心情 然後當他用一個這樣的背景之下 他去畫了一個Avulture Avulture是 好像一些線稿一樣 你感覺到是用鉛筆畫的 那種感覺 你會感覺到另一個畫風的人突然插入了 來展開了第一場的戰鬥 我也覺得是驚訝的 那駱駱想說什麼 我想說那部分 給我 即是他的用色和畫風 撞得漂亮就一定的 但是 給我留到最深印象 他是 可以很簡單用一個打鬥 告訴你Gwen那個 真正屬於的地方是哪裏 即是你見那個 打一打一打的時候 不是有個直升機跌下來的 那他不是上織過蜘蛛網 那扔著那部直升機的嗎 那通常是有2099 還有那個 我忘記叫什麼 電單車的 女蜘蛛俠 那他們是不需要說話 很自然你就可以合作到 然後對比下一幕 就是爸爸接受不了他的蜘蛛俠 然後他加入了2099 你會覺得他用那個環節 一來很好看 二來就告訴你 他真正 暫時屬於的地方是哪裏 他又不用畫公仔畫出場 這下是不錯的 嗯 既然我們也在說角色 我們不如討論一下你們 在這套新的蜘蛛盒世界裏面 其實你比較喜歡是哪一個蜘蛛盒呢? 剛才你剛才的電單車 她叫Jessica Drew 不過其實你也是叫她做女蜘蛛人 Spider Woman 但是她叫Jessica 如果你想特別稱呼她的話 然後出現了很多蜘蛛盒 但是對她來說 最喜歡最深印象是誰呢? 如果不是主要角色的話 是貓就是蜘蛛 我沒想到 我沒想到她是用嘴巴噴蜘蛛屍的嘛 即是她有東西是 被貓抱住了 然後兜口硬射她的樣子 我沒想到她是用嘴巴噴出來的 然後又可以拼來拼去 這個我覺得很棒 嗯 那DK呢? 其實呢 如果不算是主要角色 大家都是不主要角色的 不主要角色啦 其實她不是很多蜘蛛盒的 不是去到那個基地 其中她是出現了一隻PS4遊戲 遊戲裡面的蜘蛛盒 我見到立刻 嘩!我真的笑了一張照片 喂你也在這裡啊 還有我覺得其實在那個位置 大家找到大家很想出現的蜘蛛盒 其實也是一種樂趣來的 只是因為可能我畫面實在太快了 看不及了 嗯 那Vita你呢? 我自己就是喜歡主要的角色的 首先第一個就是 既然你們全部不說 我本來想著用這個位置來推進 來講一下評價角色特別特點 誰知道你們全部都是說什麼關係 不是不是不是 我會說的 我會說的 不如你先說吧 這次我們主要新推出的蜘蛛盒 就是最能打得的 其中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印度版的蜘蛛盒 他那個印度的名字我真的不會讀不了 但總之是印度蜘蛛盒 我覺得他一出場的時候 已經很可愛 因為我看了兩次的 第二次去I Square看 那場就有很多貴人 然後大家在那個位置的時候 都是笑得非常開心的 因為那個劇情就說到 Gwen和Miles進入了印度蜘蛛盒的世界之後 那個地方一來到 就是那些 周圍都掛滿衣服 流雨之間 好像印度一樣 是會浪衣服的 那他一路跌下去的時候 你會知道是很多人 全部都是 那些移動很忙碌 然後之後 當他們那個印度的蜘蛛盒出場的時候 立刻有一些很民族的音樂 然後 他們在聊天的時候 他們會說很多一些 大眾 可能 尤其是白人 可能對於印度人的一些 類似怎樣 Stereotype 可能他會介紹自己的時候 哇 做印度的蜘蛛盒 真的很容易啊 我自己在起床的時候 我可能就會去上課 雖然我也不太認真的 但我讀書很好 如果有時間的話 我還會跟阿嬤一起喝茶茶茶茶茶茶茶 mag 它本身就是茶的意思 但是你外國人就會說是chai tea 即是茶茶 就是茶茶,會不會叫茶茶? 你會不會叫茶茶茶? 你叫過咖啡的時候 會不會在咖啡咖啡上面再加點霜霜? 會不會是這樣的? 或者是在之後 可能他還會解釋 就說在這地方很特別的 你想想,那裡是有汽車 那裡有汽車,那裡有汽車 然後他指著他的供 就說這個就是我以前在英國 去捕捉我們的地方 即是他一口氣 將很多一些惡法人 對於印度的狀態 在那裡嬉笑露脈的方式 去表達,去建構這個角色 總之他一來可能是比較 有趣一點 二來就是去玩民族 玩那些種族感 我都很有趣 那你們覺得怎樣呢? 我就是他對印度版的蜘蛛人 我聽過的反應就是 果然是蜘蛛人 都是很多口 即是他那種多口 那種很喜歡說話的程度 我是覺得,這是蜘蛛人 應該要有的一個特色 即是你是完全有的 再加上他出現之後 他整個背景都是 他很曼哈頓的印度 我不擔心他叫什麼名字 那我覺得他這裏是 蜘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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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他這裏是做得非常之有 即是有趣 還有他最好笑的地方 是會 剛才Rita說的 他會介紹什麼 夏天 那他還要介紹 我還要約我女朋友 那些他真的很喜歡 好像那種感覺就是 你是不是想知道我的東西呢? 我馬上告訴你 那種狀態 好像那些小狗 很想告訴你 你自己的所有東西 是啊 還有他的造型 我很喜歡他的造型 就是他不是 是有些東西要拾出來 我覺得他很著重他拾東西 即是他不是有些頭髮拾出來 我覺得這裏是非常 他說他沒有再加任何東西 他說只是加少許椰子油和瓶 他的瓶就是這麼好 但是他真的 我看一看他覺得 他真的很喜歡那些東西 是 羅呢? 你對於這個印度蜘蛛有什麼感受呢? 真的感覺 我覺得他的世界很有趣 好像只是去過他的世界而已 除了《蜘蛛的社會》之外 還有去過《蜘蛛的社會》之外 還有去過《蜘蛛的社會》之外 那一刻是挺有趣的 他很快就可以介紹到《蜘蛛的社會》之外 是怎樣 他的《蜘蛛的社會》是怎樣 即是他入局很快 我覺得這個做得很好 而且他也是很有趣 因為這是另一個世界 我們平時看的《蜘蛛的社會》 可能就算之前也好 他主要都是在城市 紐約城市 飛來飛去 但這次他在一個架空 叫做《蜘蛛的社會》 即是他可以用人捕捕 類似玩搖搖的 去擁有他特殊的能力 過程也是漂亮的 動作特別漂亮 對 那個印度還沒很快就離開了 即短短 我想應該沒有三分鐘 可能是差不多一時間 你就很入信到印度的蜘蛛盒 嗯 除了這個印度蜘蛛盒之外 另一個我真的很喜歡的 就是《蜘蛛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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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蜘蛛 他就是一個怎樣 所謂的蜘蛛的蜘蛛的蜘蛛 其實他是說明要蜘蛛的蜘蛛 他就是很不會讓任何的世俗 可能是資本主義對他來說 是不蝕一辜 他是反殺西斯 然後因為他有很厲害的關係 所以他是一個兼職模特兒 兼職模特兒 兼職模特兒 一般來說 可能蜘蛛盒 他本身是一個超級英雄 但他就很討厭這些標誌 他覺得這些英雄的標誌 很自戀 很細族 很看不起這些 所以他就是一個很反社會的蜘蛛盒 他最漂亮的地方就是 他是用一種類似剪貼的方式 例如之前我們所說的Penny 又或者是印度之珠盒 其實他們只不過是畫風變 但到了Hoby Brown 你會感覺到他是用報紙剪貼他 就算可能在同一個場景中 他明明光是粉紅色的 但他唯獨他自己是灰色的 那個藝術的設計 以我所知 他是取材自一隊BANG 阿諾知道嗎? 不知道那個BANG是否姓手槍 是呀 Sex Pistol 是呀 以前可能是Vivienne Westwood 幫他們去搞這些藝術 造型的時候 其實他們的碟 經常都會用這種藝術手法 那 也很合適 你想想當時的Sex Pistol 就是偷東西而被Vivienne Westwood 賞識到的嘛 而現在的Spider Man 他就是一個反社會的Spider Man 所以他這種藝術 很配合他之外 也覺得他很漂亮 再加上 因為我很喜歡他的原因就是 雖然Gwen也好 還是Manta Miles的Peter Parker 也好 其實很多人都是服從這個權威 但是 他是會覺得Miles 去對抗Spiderverse 是很有吉事的事 而幫助他 那種 那種Five 我很喜歡 所以 完結了第一次之後 因為家和 對於早買票的觀眾 他會派Poster 那個Poster 就是Hoby Brown 所以 我覺得 既然懂得去看家和 我覺得自己太聰明了 OK 你們對於Hoby Brown 有什麼特別感受? 我自己是 就是 不太喜歡 我覺得他的營造也挺好的 但是他有一個位置 為什麼我不是很喜歡呢? 就是他那個 那個 壓通的問題 就是 剛才說 他好像是有些東西 貼上一幅畫裡 然後 跟我的背景是很大對比的 我自己 因為看這部戲的時候 我覺得前半段 就是他還出場的時候 我是覺得很辛苦 因為他是很不合格的 他特別做到很不合格的一個 顏色 那變得我是 好像很銀眼一樣 那樣 那樣 又不是看得很爽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部戲 是他中球會離了一場 那我就會覺得舒服了很多 哦 哦 竟然是這樣 但是我也喜歡他 是一個 就是很鎮定的一個精神 就是什麼都不合格的 初初我以為他就是什麼都不合格的傻瓜 但是 最後竟然是他 再給了一件東西 Gran 他驅動整個故事 我就覺得 嘩 他都蠢不完 他應該不是蠢 他是一個 游走於世界上規以外的一個人 所以他看到Miles 很有吉士 我就決定幫Gran 他就是有點阻礙我看 有一個色調的問題 嗯 阿DK呢 我 其實我對Spiderpump這個角色的造型 我覺得他真是很棒的 他的眼睛 就是大家叫做Spiderman 他的眼睛 他特地好像別人的眼線 還要脫掉一點色 加上他的頭 有一些尖堆 我想 到底你的真面目是怎樣呢 我反而覺得他那個 就是看了那個頭套 就是那個 反而沒有這麼棒的 我覺得 我覺得是有一點 是有一點 是很有型的 但是他那種呢 自戀的那種感覺 是令我實在太厲害了 我覺得這個人是自戀狂來的 我覺得他很快地告訴你 其實他 我覺得他這集Spiderman 他很快地已經告訴大家 他這個角色 這個Spiderman的性格 很多事情他都可以很快地做到給你看 我覺得他這次是有心思去做這方面的 不是之前的 可能你看完整套 你都不會知道 Spiderman的照片 到底是什麼性格 但是他這次這一套 無論是全部角色 都很快告訴你 他是一個什麼性格 對 很快速 但是你問我 我覺得我和阿樂有少許 我會同意 有少許同意阿樂的 因為他這次 Spiderman 噴出來的時候 他有些顏色上 就是他的貼圖 是會令我覺得 真的好像有些超過了 我不是覺得他不漂亮 他好像有些多了 我會有些什麼感覺 嗯 我自己都會覺得他這樣 就是配合他的性格 因為他去哪裡都和世界格格不入 因為我記得第一段是 2099年是 吵架全場的人 就是他就是 因為那時候是這樣的 就是因為 Gran Stacey 那次去印度 Moonbatton的時候 因為就帶了Miles過來 而Miles 在不知情的情況下 是否救了 在Moonbatton那裡的警長 因為他就令到指定事點沒有發生 然後他就吵架了 Gran你真是正垃圾 Miles也知道 你一定不是這個好人 然後他看到Hoby的時候 Hoby你 算了 我嘗試去無視你 這樣吧 即是這個世界的2099 是連Hoby Brown 都是以抱著放棄的狀態 那他就是一個這樣的角色 他就是不會聽任何人的指令 一個Spider-Man 那所以我自己特別喜歡他的 但我就驚訝 原來大家都對於 這種剪貼的方式 覺得不是很合格的 那可能也是的 是的 那好啦 那大概 主要新登場的Spider-Man 就是這麽多 那 好啦 那如果整體來去對比 那你會覺得 今次出的新的Spider-Man 比起上一次的話 你覺得描寫會是好 還是反而是差一點呢 所以你不想說2099嗎 我覺得寫得最成功是他的 還是你當他是奸角 其實他也不算是奸角的 他是一些有衝突 因爲他要保持著那個既定事件 因爲他真是出事 他真是拯救過既定事件 而令到自己的世界消失 所以他就是做了這個 Spider-Man的首領 確保每件事都發生 其實我覺得整部戲是 我們可以詳細說 你詳細一些交代 你可能覺得這個角色是 描寫成怎樣 好 你說一說 我覺得是最有角色的一個角色 可能是份量問題 他真的出場比其他新之豬 他最後是多很多 但他最於社會的目的 那個執著 你後期是會見到 他那個表情是越來越瘋 越來越狂 好像就快失控 因爲這件事不受他控制 他可能所有事情都 一定要去 怎樣說 是不是消滅Miles 還是去掌握他 我也不知道 總之他是發狂 去到後來 你的觀眾應該都會感覺到 他是真是 背負了一些很沉重的事情 所以他不想令到其他世界都消失 而去做一些這麼極端 這麼瘋的事情 還有他的外形都很正 即是他有個其他蜘蛛合物 粉紅色蜜蜜 對 他有一隻類似爪的東西在手上 接著配合他的姿態 他應該是吸血鬼來的 吸血鬼 或是蜘蛛合物 好像如果計算原本的設計 就好像是特工衣服 但是他的姿態是大大隻隻 然後蜘蛛合物是經常爬來爬去的 他就好像一手插進建築物 很有力量 很瘋狂 很強烈的一個角色 他那個形象是很鮮明的 去到後面 但是 是有一點點不同 有一點點不接 一開始的 一開始他不是都搞搞一下GED 他在那個 怎麼說呢 開會之前 打 托鷹 其實他也有一點點搞GED的成份 但是去到後面 就不知為何 就很認真 就好像變成其他人上身 我一向都覺得 我這方面有一點不同 阿樂 我覺得這個 2009家一向都是一個認真人 他從頭到尾 你想想他去到個基地的時候 我看到Peter B. Parker 總之看到那個 那個嬰兒 我看到那個嬰兒 在我搞GED的時候 他都很認真 拿走那個嬰兒 他很認真 我覺得他是一個認真人 我覺得他是 我覺得他那個描寫 應該是在說 其實因為他們 Peter B. Parker 其實都有說過 其實We are supposed to be funny 其實理想 所有的Spider-Man裡面的Spider-Man 都是要FUNNY的 但是 他經歷了一件事 摸了街 他經歷了一件 他想 他嘗試用第二個宇宙去 補充了他自己 但結果整個宇宙都沒有了 他對這件事是有內疚的 所以我覺得他本身是一個很開朗的人 他有一個最好的意見 想做一件好事 但因為他對於這個目標實在太執著的時候 他慢慢扭曲了個性 他是一個很典型 由一個勇者看著惡龍太內 變成惡魔的一個人 嗯 我自己是覺得 劇本是想強化這件事的嚴重性 讓觀眾去體會 其實Miles在面對著什麼 以及怎麼搞這件事這麼重要 所以才有些奇怪的感覺 我又不覺得有奇怪的 我自己覺得 他是在塑造一個很令人很兩難的奸角 其實我用奸角這個字 其實只不過是因為 他跟我們的主角對抗 但其實他的意見是很正確的 你想想 我已經用我的真身經歷 告訴你這件事不成功 現在我是在做一些 去維持世界平衡的事情 其實就是當初我們 可能看《Endgame》 看《Advanger》的時候 那時候見到Thanos的感覺 那Thanos 你想清楚他那個 那個執行的理念 其實他是沒錯 他有自己的主意 甚至他之後 可能插完手指之後 他是不介意被你打死就打死 但是我的目的已經完成了 他的目的那個理念 是超過了他自己個人的利益 他連自己的女兒都可以殺死 所以你會覺得 就算他跟我們的超級英雄對抗 也好 你都會覺得這個角色 是有他的 點子的時候 那你就會對於這個 所謂的反派很有同感 那去到現在我們這個2099 我都有類似的感覺 就是雖然去到最後的時候 Gwen可能就質疑他說 We are supposed to be good right 那他都會質疑自己 是會不會 其實我現在都是在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但是你想一下 其實事實上 我們過去看了這麼多的蜘蛛俠 我們認識的Toby McGuire 又或者是Andrew Garfield 過去的真人版 又或者是動畫版的Spider-Man 其實他是說他每一次的不幸 其實都是令他變成一個 stronger的Spider-Man 我們是接受這件事件 我們都是跟2099一樣 都是在接受一個會死人 會失去重要的人的世界的Spider-Man 但是這次去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因為他作為一個反派的存在 我們理解這個角色 但是因為我們的主角 是想去突破這個Spider-Man的宿命 所以你就變成這個反派 就是很能夠激發到 我們那個真正的主角 Miles Morales 他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那個對立很強 嗯,沒錯 因為過去我們的Spider-Man 其實就算你看到 很多不同的Spider-Man變種也好 其實都是遺忘不了 我們最喜歡的那句話 就是能力越大,責任越大 即是說他說 基於我能力這麼大的時候 就算過去有什麼傷痛 我也要接受的 但是這次Miles 就是想脫離了我們以往 對於Spider-Man的那個印象 這次我就是 就算和全世界對抗都好 我也是要守護我最重要的人 最真實的人 這樣去對抗全世界 那所以我覺得 他這次的製作團隊 這樣去訴訟一個反派 來去襯托出主角 帶出的這個東西 那個野心 那個想去突破過去的傳統 這個野心 是抱負很大 所以才讓我看完一次又一次 而且去買完它 對抗全能買的東西 但是現在我們賺了很多 我可不可以開始彈一下 因為我開始的感覺 不是說看完之後 覺得很high很爽很棒 但是隔了一會之後又覺得 咦?不是啊 那原因就是 我覺得他的步伐是有點怪怪的 為什麼? 因為一開始 一開始 因為Gran 她說回自己的經歷 怎樣和自己世界的Peter 去分開 怎樣去孤立 即被世界被那個情況去孤立 只剩下她自己一個 但是我會覺得 我們數一集就看過這些東西 那可能是他們製作了 覺得過了五年 大家不記得 回下帶是OK的 但是我覺得不需要那麼細細 可能大家都知道 他們都會失去一些東西 然後很痛苦 這樣就成為他們一口的燃料 那你一開始看完一次 Gran失去了Peter 後面又看 很多人沒有Uncle Ben 很多人沒有了警長爸爸 那這件事就會覺得 那一開始就覺得很適合 一開始就說 還有他的蝙蝠是不少的 一開始Gran的獨白 去到他遇到蝴蝠 遇到2099去參加他的團隊 其實他的蝙蝠可能是十幾分鐘 差不多是 如果他斬開幾集 好像Netflix那樣 可能是變成Pico 我這一開始就覺得 我這一開始就覺得 有一點 多了一點 有點沉沉 還有Mao和Gran的 對戲又不太多 因為如果大家看了上一集 你會覺得 他們都會喜歡大家 他們都會喜歡 超空間的戀情 到了今集就開發結果 他們有一部分是 倒轉地坐在鐘樓上 但下一部分就沒有了 然後就沒有再提到他們兩個 那個感情是怎樣 這樣呢 我自己偏向是想看多一點這些東西 好過他在這裡回帶 因為我覺得已經看過了 你們不會有這個感覺嗎 一開始他打鼓那裡 他就說回上一集說過的東西 如果特別你在轉流平台看 你就會覺得 是不是開錯了呢 這樣 肯定會有這個感覺 為什麼又回帶這樣呢 不如DK先說吧 其實我有自己的想法 我對 其實我看這一集之前 也看回之前 剛才阿樂說的回帶 其實他是多了一些東西 他不是完全是回帶 他是失敗一些東西 所以其實我不是 所以他不是 即是怎麼說 大江是一樣的 那大江是一樣的 所以 所以這個 不是很必要 我的意思是 即是你可以再擴展多些 說一下 怎樣認識Peter 或者Peter是多麼好人 多麼知心 但是 在留在觀眾的腦海 就是他 因為沒有了Peter 而他成為一個孤立的英雄 那中間你再展開多少東西 其實我覺得不重要 我反而我覺得他 一開始這個位置 其實 我不是很知道他想怎樣 我和你一樣 是有點不知他想怎樣 即是你記得 阿Gran 他今集 是 即是叫做 用他去做主角去入故事 那 我最初也覺得 那為什麼你會用Niko去入故事先呢 那之後再原來看回Mouse 即是他回到家 其實我覺得是 看回他們兩個的比較 是會有 才會感覺到整件事是完整 包到一起 即是畢竟大家 他們都會和一些 和他父母 有一些 即是和他的家人 有一些衝突 一些事情 我反而覺得其實他是 是有心去排出來的 Winter呢 你覺得呢 因為那一次 我是和我朋友看的 因為我讚得這套 很厲害 所以他就陪我去看 但其實他本身 他自己是不夠時間 去看回第一集 即是如果 照阿諾這樣說 就是 如果他不重新再說回 那個Spiderverse 他本身的設定是怎樣 的話 其實對於他來說 是很難跟得上 因為其實後面 可能出現了Peter B. Parker 又或者是可能出現了 那些什麼叫做 關於Spiderverse的 那些時空裂行 那些東西 其實他真的沒有什麼概念 即是連Sport 為什麼會出現 其實他都沒有了 如果沒有前面那裡 他是完全不明白 究竟發生什麼事 那他現在這個 叫做Across the Spiderverse 是經歷了很多年時間 因為其實對上一套 Into the Spiderverse 是2018年 那現在2023年才再上 已經隔了五年 那如果他想說清楚一點 想大家容易代入一點的話 那我覺得他這樣 去重播之前那些 也不算過分 但如果之前本身已經有溫定書 可能你會覺得他有點類罪 那另外就是 為什麼Gran Stacy 她要用一段比較長的篇幅 去說回她殺死她自己的朋友呢 那因為Gran 其實我自己也覺得 可能你會覺得Gran 她是第二和第三一個很大的主角 其實第二集的話 其實第二集他現在這樣引Miles出來 其實Gran自己的經歷 都是對於Miles 是一個很大的參考 那這個可以順勢去推展到我們下一個話題 那我首先說了 現在要先說幾句 就是因為Gran的那個情況就是 她為什麼會覺得這麼傷心呢? 就是因為她覺得自己 你不可以跟爸爸透露自己是Spider Woman的事實 她覺得 只要把這件事說出來 整件事是世界末日 但是現在劇透了 那之後呢 因為去到結尾的時候 Gran是回到自己的 universe 的時候 她才知道原來自己是爸爸 因為她知道Gran是Spider Woman的時候 就決定要不做警長 但是這樣是解決了 在Gran的世界裡面 警長必須會死的命運 那情況就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在Munbatten的時候 Miles作為一個外來者 去介入了那件事 所以就會導致到救了那個警長之後 就會在Munbatten出現了一個時空的裂痕 是不是? 那這個是那個事實 但是問題是去到Gran Stacey 她因為爸爸 因為她透露了自己是Spider Woman的事實 所以爸爸沒有做警長 而爸爸沒有死 因為假設的話 她是要在警長 剛剛宣誓變成警長的時候 才會死的 但是因為她在那個時刻裡面 警長不宣誓 沒有變成警長 所以警長就不會死 因為沒有警長這個人 但是在Gran的世界裡面 是不會出現到時空裂痕的 所以就回應那個問題 就是Gran和Miles 其實都處於同樣的困難 就是他們不知道怎樣向自己的家人 去交代自己是Spider Man的事實 他們就會覺得趕了出來就是世界末日 但是其實這件事是一個顯示 其實她是透露 原來只要那個世界的蜘蛛俠 願意向警長透露自己的蜘蛛俠 面具底下的真正身份的話 可能可以令警長不用死 然後令到 而且那個世界不會出現時空裂痕 因為Gran的世界不會出現時空裂痕 還有這個就是我接下來對於下一集的理解 就是Gran會把她的自身經歷告訴Miles 令Miles可以知道怎樣可以救到爸爸之餘 而且不會破壞了這個世界的時空裂縫 就去完美解決這件事 找到一個2099年沒有辦法解決的答案 這件事可能再有一個題外話 其實有一個彩蛋 就是Gran去到Miles的時空裂痕 他拍攝著Sports的那間公寓 他上面有一個廣告牌的 那個廣告牌上面有一個Bagel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有一集是這樣的 其實Bagel是暗示著 是提及的一套電影 就是我們之前很喜歡的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就是神奇女俠打救世界 其實神奇女俠打救世界的核心思想 就是說母女之間要坦誠相對 就是要接受對方的不足 接受對方的所有東西 就是解決這個Jubu-Jabaki的危機的最後答案 所以如果再重複到我們現在這個Spiderverse的問題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其實他是想引出最大的核心思想 就是想說溝通和理解 就是保護這個世界的最後答案 這就是我對於Gran Stacy 剛剛解答你的問題 兼且可能預視下一集會發生什麼事的分析 DK呢? 我自己覺得 由於首先解答到Mouse 他現在存在於一個不屬於他的宇宙 首先這裏我覺得非常之 就是他今集是所謂送回他去原本的宇宙 但他去了一個錯的宇宙 就是他父親已經死了的宇宙 他父親和你猜的宇宙 其實是反派來的 我覺得他首先要解決這個問題 但反而我一直覺得他今集有一個位置 我覺得是很在意的 就是Peter B. Parker 的女兒 我很在意這個角色 我覺得他這個角色 是在下層會 理論上應該會影響到2099 我覺得他會有這個作用 畢竟他是一個小朋友 再加上2099 他也有說過他自己是有一個女兒 我當然是覺得他這個角色 這個B.是會影響到他 我覺得他有這種感覺 至於你說Granse 是否用這個方法去拯救到Mouse 我覺得也是有這個機會 關於B. 這個是小小的提外話 我也看到Peter B. Parker 做了爸爸之後 我覺得整件事很不安 他還要這樣 他還要這樣 他還要把自己的 寶寶的照片 不停地展示給別人看 你會想起什麼角色 一個爸爸 不停地展示寶寶寶給別人看 他要對抗的就是一個組織的本身 你會想起誰 就會想起幹之戀的 宇宙之中士 宗教 他的樣子也有點像 他的樣子也有點像 所以我覺得 啊 會不會出事的 因為始終在這裏 都有一些 可能是日本漫畫元素 覺得哎呀 真的好像每一個 梳著把頭髮在旁邊綁的女人 全部都好像有些 快要死的感覺 嘩 但是呢 但是分辨了一件事 大家我們一直以來 就是那個 Spiderman 和Spiderman之間的戰爭 但是我們分辨了 今集其實 還有一個飯派 那個波點 阿Spot 去到任何一個宇宙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其實這就是他們真正要解決的一個 解決的事情 所以其實下一集可能會更加超展開的 我會這樣想 如果要解決下一集的問題 我們現在可以總括到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要解決黑點人 第二個就是要解決現在的Miles 讓他42號那個世界的Miles Nicrona去捉住的困境 第三個就是要解決他們和家人之間的關係 這樣 還有最後2099 就是怎樣可以兼顧到這個世界的平衡 就是解決2099的問題 而且又可以救到Miles爸爸呢 那暫時就是這幾個問題 那我覺得如果相對容易解決的就是 打42號的Miles 應該很簡單 打42號的Miles真的很簡單 應該是最簡單的任務 是的 是的 可能她轉過頭 Gran已經成功過了 那這個應該是 不用了 Miles你打到了 不是嗎 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現在說一說 可以拍攝到下一集大概說什麼 不過我覺得這個 其實我覺得這個劇本是很新的 因為我也想不到它可以逐寫成這樣 所以我覺得下一集應該都是 如何說呢 都是起出望外 又或者令到你鼓鼓下的人大跌硬頸 嗯 是的 即使我們現在看到她一些故事的脈絡 但以我對於這個製作團隊的理解 他們永遠都有一些很新的想法 是會令到可以驚訝到我 這樣的 所以我也很期待 因為尤其是現在 雖然我自己就說 這個新的42號Miles 其實最容易打 但是42號Miles 其實有一個推進的方法就是 因為Miles Morales未必是好人 那Miles 即我們的主角Miles 如何面對這個事實呢 其實都令我很期待之後 即這個所謂Miles的成長 可以有什麼發展 所以無論是在戰鬥上 創意上 藝術上 其實我都會對於 接下來Beyond the Spider Press 很有期待 但是我想問一下 你們如何看這個科店人 其實我覺得它是 怎樣說呢 我覺得它也挺有美力的 我自己覺得 不是說它搞搞笑笑笑 不是說它搞搞笑笑笑 很可愛 很有趣 是它是 有一種怎樣說呢 你看不起我 我便偏威給你看 那個感覺 她是小人物成長日記 她最後真的做得到 真是變成一個最大的威脅 那一刻是挺有魅力的 但她未知她會做什麼 但她是用一個保護手 而且我覺得她變成反派的一個原因很合理 以前可能上一個反派是華人一個 但去到我們現在這個黑點人 黑點人為何我會覺得她成為華人的原因很合理 就是因為她本身只是在練習術公司打工 但是因為我上班的時候做了一個這樣的研究 令機緣巧合令你Miles變成Spider-Man 但是我自己有遭殃 現在我想去做一點點 現在我走投無路的時候 你竟然還看不起我 就是那種由本身迫於無奈 慢慢變成有種粉絲 直到現在想去Fuck the world 那種變化 我也覺得那個角色很有質感 很慢慢地變成一個 沒有辦法忽視的奸角 你說得很好就是她塑造得很出色 還有一個位置我覺得很吸引想知道她接下來會怎樣的 一個點是她是不能回頭的一個奸角 即是最近出現的奸角 譬如是聊天 或者那個禿鷹 其實他們是可以不做壞事 就變回普通人 但是黑點人她是不能回頭的 而Miles又是一手令她變成這個困局的人 那究竟可以怎樣解決呢 即是一個好像沒得解決的問題 最後可以怎樣算呢 即大家都會覺得是BBQ Ending BBQ Ending很合理的 那最後會怎樣呢 會不會不是BBQ Ending呢 這個就是很大的一個吊癮位 也就是圓得好 這集圖是圓得好很多人吊出聲的地方 是吧 但是我自己又沒有這樣的感覺 就圓了就圓了 這樣就下一集了 但是為什麼那些人是 因為我見很多 Vita在一個群組裡也有說 不知道你第一次看還是第二次看 很多人都說 在圓搞錯啊 這樣 接著上網見那些留言 又說圓得好像 不知道想怎樣 但是我又沒有這樣的感覺 那就是下年再看 這樣 我覺得 令我覺得結構比較奇怪的地方 就是在於 因為一般來說 我們認為 就算我明知道會分上下集也好 那我都覺得 至少要先打個波 哦 因為設了兩個波 是啊 至少先解決一個問題 但是它現在這樣 就好像所有事情都還沒有解決 就要轉動 那樣 令我覺得第二集 好 就是 那個位置作為結局的話 對於一部電影來說 算不算很完整 嗯 就算我明知道是這樣 明知道有兩集 我都覺得好像 又要等一整年了 才有一個小解決 不是吧 那樣 它現在這種感覺 就不像 Avenger A Symbol 就是它今集最後才是A Symbol 之後 明年見 其實 對的 它這一套 以今集來說 其實是一個 不完整的 一套電影 它真的上 前半部 Part 1 嗯 嗯 其實我想問一下大家 有沒有 就是它今集都很多 Spiderman 還有很多 Easter Egg 很多這些位置 大家會不會 有沒有那些位置 大家是看 覺得有些不明所以 或者覺得 完全不知道它想怎樣 有沒有這些 特惡的位置 你們 有沒有 好像沒有 嗯 好像沒有 未止穴 但是 我會知道 如果我再看幾次 可能會發現多一些 Easter Egg 但是 有沒有一些位置 是讓我看完之後 完全覺得 無法移動下去 又未止穴 不如你提出 有個位置 其實很多 我也有些朋友看完之後 是不明白的 但我真的想說 那也不明白 其實它最初 就是波點人 去了很多 宇宙 新隻手出來 去了一個好像 LEGO 跟著去了一個 阿嬸 一個 好像 那些叫做雜貨店 那個阿嬸 那個宇宙 那裡 是啊 但是其實最好 反而這個位置 比較容易解釋 因為阿嬸 是認得的 但是很多人 反而不明白 就是他們去了 2099那個主場之後 他們不是說 有些 有些裝置 困住了一些反派的 跟著其中 其中有一個 有一個黑人 是真人 是真人 來的 是真人 然後拍了那個演員 是兩次 這個 很多人不知是 什麼 啊 是啊 這個應該是很出名的 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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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那個 那些人 有認得 就說其實 他應該是打算 鋪著鋪真人版Miles 那個 他是真人版Miles 那個Uncle 他是想鋪這件事 就是 是啊 是一模一樣的人 同一個人 是啊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位置 會有些 有些 有些 鋪得好 還有大家有看過 套戲裡面 都要找到Uncle Ben 出來去死 死多幾次 我覺得 怕大家不知道Uncle Ben 死 我覺得他這個 那是 MCU的 潛行者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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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 如果 沒有看過的人 可能會不知道他是誰 但是 如果 但是也不影響 總之他就是華人 因為 就算他還有很多 他有其他奸角被人找住 可能有隻 有隻 西偶人 Ureno 其實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但是 我知道是其中一個 Spiderverse的華人 但是如果是潛行者 即是真人版那個 我看的那一場 I Square的那一場 那些鬼佬是很開心 是啊 他們知道是什麼 你知道是什麼 你知道是來自哪一部 你知道是來自哪一部電影的話 你會覺得 這個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卡士 是啊 因為我看過我唱到I Square的那些鬼佬 就拍了一首 是啊 其實是看電影 我們會尖叫 我們會 會嚇到 會嚇到 會笑 但是拍手 是真的 相對比較少 但是 香港比較少 對 香港比較少 這些場面 嗯 沒錯 沒錯 但是 還有今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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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個 之前說出這套很幸 會出這個傳說中的東影蜘蛛盒 也會出過機械人 看過今集 真的不要出來 或者可能我看不到 我很希望他下集一定要出來 麻煩 對 現在如果 以我所知 他就 那個票房好像已經超過了黑味人魚 那 那 代表著 其實 與此同時 好像都超過了很多不同的一些 就是 怎麼說呢 糟了 是 黑味人魚 這個對手會弱了少少 哈哈 哈哈 就是要找 說話時速去比 是啊 沒錯 其實 他這次的票房 也是非常理想 其實 已經超越了他第一集 超越他自己 所以 根據我剛剛看 他就說 上映了不夠兩週 已經累積到2.26的票房 那 超越了 蜘蛛盒 成為了 Sony史上最高的動畫電影 你看到一個這麼好的 這麼亮麗的成績 那 下次他如果有些什麼 就是他出下集的時候 相信那個資金也很足夠 那 今集 你看到 就算是一些 聲演的陣容 都非常之強大 那 包括 2099 聲演的 Oscar Isaac 那 雖然DK 就說上集也有出現過 那 但是 其實今次 其實這次沒有出到 Noah Spiderman 那 因為Noah 那個是Nic Cage 那 今次 他沒有表演 沒有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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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總之沒有Nic Cage 但是下一集 因為 我們都知道 Noah Spiderman 是其中一個 幫Gwen的一員 所以 我們都期待 下一集 無論是畫面上 就連聲音的陣容上 都會非常豪華 沒錯 沒錯 下一集是何時呢 根據 不能進訊的遺跡 它寫 2024年3月29日 對 大家 都算很短 所以 所以 這個 2024年3月29日 其實已經是非常令人鼓舞的了 對 這樣啊 沒有 大家還有沒有什麼關於這套 Spiderman 我們還想說 我們已經說了很久了 那我們有些什麼 就留到下一集 你可能再跟大家討論吧 如果大家對於這套 Spiderman 我們時間有限 都沒辦法說太多 雖然我們也有很多 可以繼續說下去 但是如果 觀聽中 可能你想去補充的話 請你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大家知道 那今集我們 A-Pike Across the Splativerse 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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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